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它这个业还是有 因果还是要报 那它去了净土以后 这个业怎么去收报呢 它是有业力 你知道吗 净土里面有一个接引 比如说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 净土里面你会有怪事业菩萨 或者很多菩萨 或者阿弥陀佛来接引 你知道怎么接引吗 接引的时候它有佛光来接引 知道吧 当你进入它那种光明里边 你知道能消什么吗 接引就已经消得差不多了 基本上 你一个它那个广融为一气 就是它一接引 你几乎你所有的业力已经在那光明里边化掉了 就接了外力嘛 所以净土到最后说是秘法嘛 因为钟英生这一块 他不讲 怎么接引 他不是直接救过去了 我就没有钟英生 我先一下接引 你往生的时候 阿弥陀佛过来接引 跟佛光合一嘛 对 那它不是还有九品 是吧 就那种什么 上品上升 下品下升 结果是最下品下升的那些 众生去极乐世界 比如说按正常的 它会化身在莲花里边和包里面 对 它包里面都出来 但是你知道吗 它写的是一个真空的 好像如果按苏博世界一定要这样讲的话 那众生的心性显现的是一个中空的 就像一个模拟珠一样 那么它在极乐世界被莲花包起来化身的时候 其实它有幻境 那个形象里面有幻境 它会不断的出现幻境 那种幻境的话还是业力 还是有时候有业力 就是比如它会幻境到所有世界的东西 事情 因为它是 就是比如说它已经在莲花里了 但是它在莲花台里面 在它没有那个莲花 没有花开芥佛以前 不是叫花开芥佛 它包着的时候 它的夜里未经 未经的时候 众生就像做梦 知道吧 在梦境里面 它还会梦到很多不开心的事 很多烦恼的事 或者就是虽然它在极乐世界 但是它在极乐世界做梦 你知道吧 在莲花里做梦 但那个梦境 它有时候还会很恐怖 它觉得好像下地狱了 或者被狼追啊 被老虎咬啊等等 但是它已经在梦里受包 是有点像那无色界的一些众生 不是 它就是很像我们说佛世界的梦 就是我们一个梦 但是呢 上皮上就是说 你层次越高 这个梦越短 就是刹那之间就花开芥佛了 你就不梦了 第一的就是梦四十九天啊 一百天就这样子 就是梦长 梦境长 那它一开了以后 这些夜应该就是想 OK 它有没有一些 就是说你净土那里是留学嘛 它有很多像菩萨 它回来这里再修 再修的时候 它会不会以前的夜 也在趁月再来的时候 在受这些夜 会有缘 会有一些 还是有因缘 有缘 疗缘的 还是 也会有些缘 只是极乐世界是说 它消了夜以后 它不受苦报 它有乐报 散报的乐报 并不是说它已经成佛了 它还没有最高圆满 在支界上 它很容易成道 在那里 因为很容易能听佛法 很容易修行 它有乐报 很舒适 很舒服 修行比娑婆世界更舒服 修动 修动 就这样 有些讲論也说 对 你真的要是 下品下生去到那边 你在那里也在修利 反而不如在 武楼座舍里面 可能修得还更快一些 我们要这样一个说法 从时间上 那是娑婆世界人类的看法 我觉得 毕竟是孟羁 而这极乐世界 就在 虾皮下着它在莲花化身 而且很快 它是速度也快 而且有保障 成就有保障 因为你在说佛世界 你可能听不到佛法 可能没有佛出世 但你在极乐世界 是宝度有佛在那的 你可能转身到一个地方 你一生听不到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